董事长 刚才讲的 习近平突然180度的转弯 本来清零是一个国策 而且我要共同呼吁 结果我现在没有想到说 我现在要追求经济 而且清零大幅的放宽 我想清零放宽放真的还假的 我刚才影片出来了 大白的衣服都丢掉了 大白没薪水说要跳楼了 然后呢QR扣 这些QR扣没有了 QR扣全部拿下来了 本来封在小区前面的栅栏 什么都打掉 习近平的压力真的有这么大吗 他的整个经济真的崩溃得这么可怕吗 让他逼着 必须要针对这个事情 做这么大的一个转变 我个人认为 他这个清零突然间的放松 是因为白色革命 白纸革命的关系 你觉得被吓到了 对白纸革命 压力 这个压力确实 那这个压力给他直接压力来之前 其实他已经在讨论这个清零的问题 比如说进入二十大之后 他的清零政策 本来要在明年两会之前 就要做一些调整 根据新政府的修正等等 但是他们就一直 他们这个方向很困难 就走不出去被卡住了 因为目前他的医疗技术 他的防疫技术 是跟不上的 对 所以现在刚好被这个白色革命 白纸革命一吹下之下 他立刻就崩盘了 吹枯拉朽了 吹枯拉朽 立刻放弃 好 这个问题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 布隆布尔 我看到国外的这个 所有的这种 对 认为在短时间之内 中共 中国大陆的死亡人数 会高达两百一十万 这么多 非常高 布隆布尔今天这个报告嘛 那210万很大的数字 那210万出来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你知道吗 会把它的整个医疗系统 产生重大的排挤的效果 所以变成 因为你马上 就医人口增加了 对 原来没有这个问题 现在每个地就医人口增加 因为Omicron的特性 是什么特性 传染力很强 高度传染性 但是致病率很低 死亡率很低 但是但是 中国人口太多 不是 还有一个中国 中国的集体免疫能力很差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 真正的这个 大量的这个染疫的这种数据 所以他都强迫 他清零 清零 清零 结果搞到这些 我们台湾是天选之人 像我从来没有确诊过 对不对 我这个好事说不坏 我也不坏 但是他那个 没有确诊人口很多 那变成什么情况 变成Omicron很容易中 很容易中的话 马上的医院就来了 医院不够用 医院不够用 所以你看到病人 他再进一步要开放的困难度 就会非常高 美国就在这个时候 趁你需要你命 这个时候刚刚讲的 我在军事上面 对你不断地压迫 甚至我在拉邦结拜上 已经慢慢把欧洲拉过来 欧洲拉过来有两个指标 一个指标就是 荷兰已经说了 我要更严格的管控 进到了中国 你现在不要EUV不行 你连DUV都不行 第二个就是 我甚至 这样讲 我连电动车的这些补助 我连半导体的出口 我都对欧洲放松了 我的理解对欧洲不会放松 当然你要看哪一种规格以下 因为台积电已经去了 台积电已经去的话 所以说 对他们的敏感的半导体部分 应该掌控住 应该不可能放松 它虽然把什么 长江储存开放等等 但是我认为 晶片的策略来讲的话 美国会更严格地管制它 它不会对欧洲放松 这个不合理的事情 这是很多媒体 有很多带风向的期待 可是它这里面 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在后面会发生 什么 因为它现在美国 会有很多制裁动作 很多管制动作 对不对 那美国管制动作 一开始的时候 那我请问你 那中国会不会有 反制动作出来 会有吗 一定啊 你现在管制我出口嘛 对不对 那你管制我出口的情况之下 那我也要管制你啊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管制我 某一定程度的半导体 不准到这个中国大陆来 那中国大陆现在 譬如说 现在我们讲很简单的 iPhone的加工嘛 对不对 iPhone加工量大不大 大 那它是加工出口 对不对 加工出口 那我说你来以后 不准出去可不可以 很简单的道理啊 你反制 它有这制裁 它有反制 因为中国你要承认 它是目前世界上 最大的加工链 对 它是全世界的产业链 是最大的一个环节 所以当你一个动作 下去的时候 它有反制动作出来 所以美国其实 在这时候来讲 为什么目前孤军作战 然后欧美跟日本这些国家 目前都还没有参加 所谓的晶片制裁 就是大家在看 到底你有没有能力 真的把中国制裁下去 这个 这不制得了中国 不见得制得了 因为我刚刚讲的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所谓的代工的代工厂的国家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产业链 你所有的 你的终端市场是在欧美嘛 对不对 结果你的晶片进到中国玩 再加工出去 我不可以出去可不可以 我不可以进来可不可以 那这个iPhone就不能生产了 就在消费型产品上面 面临到制裁的时候 都会反打到美国身上去 所以现在欧洲国家 一直在观望这个事情的发展 所以董事长 最近做了非常精准的预言 你说徐国勇只要一离开他的位置 陈哲文马上不报 陈哲文马上就会下台 你刚讲完话还是热的 第二天他就走了 走了以后他还表达说 我很不爽 我是五年前的事情 现在这个对我处分不公平 苏贞昌马上讲 警察大学校长 要作为这个所谓的警察表税 不可以有相关的势力 我同意他离开的 今天对于赖清德 他讲现在反黑金 有可能变成习近平的反贪腐 两个人可能就是 竞相地开始杀戮下去 一个是赖清德针对党内的派系 有黑金一律地会杀杀杀杀杀杀 另外就是苏贞昌 苏贞昌你的大刀更利耶 当然苏贞昌现在有行政权 他现在抓到最简单的东西 就是这一次败选的主要理由 就是黑金 那么具体的一些 无法破解 无法破案的一些刑事案件 最具体就是台南的88枪 现在全国哗然 然后民进党的高层的党政人士 介入警察办案 干扰办案 这都是具体的事实 那你认为苏贞昌会不会有动作吗 当然有动作嘛 我今天特别去问你一下 不是方阳您是何许人也 对 我请这个高层跟我说 那台北拐的啦 台北拐的 跟派的没关系 那警察又派系 对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台北派的 后面没老板 方阳您一定垮台 说抛就抛 对 说抛就抛 因为他说在台北混 混军到台南 那应该照样有机会上上走 现在没有了嘛 所以方阳您垮定了嘛 我先讲的意思是说 所以苏贞昌有行政权 那这一切代表什么意思呢 其实苏贞昌利用这个机会 能够鼓舞民进党的士气嘛 如果他表现得更好 因为他掌握行政权 掌握了媒体嘛 那媒体的光环 全部在 充充充 变成杀杀杀 抬抬抬了 在这儿他已经不会放过 这个表演的机会嘛 他不会吗 那好 第二点 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事情 他今天召见的这个郑文赛 召见潘沫安 那潘沫安后来 怎么回复的 潘沫安跟记者怎么讲 我要被回家种田 对 那我请问你 潘沫安要回家种田 那你召见潘沫安 你去放消息什么意思啊 那什么目的你告诉我 什么目的 就一个目的啊 你们白老大啊 对不对 我叫你潘沫安来 叫你来就来 我要让你投楼 什么意思啊 我一个老大 我哪里老大 行政院还是他老大 实际上不会下台嘛 还会盖下去 对 潘沫安会不会去帮他干 当然不会嘛 潘沫安回家种田 怎么帮他干呢 对不对 潘沫安没有给他信到啦 真的假的 潘沫安怎么信他啊 潘沫安的屏隆比他照 对不对 潘沫安怎么甩他呢 对不对 潘沫安一定是听到的嘛 听到的 报名 因为新潮流本身是有纪律的团体 对 好 如果新潮流的纪律是存在的话 那你召见这个 你召见郑文燦干什么 对 那你要召见给谁看呢 郑文燦昨天不是已经表忠 要支持这个 赖清德 赖清德选2014吗 对不对 不是只有党主席 是总统我都支持 是 好 那这个范围已经超过了 他在新潮流授权的范围 或是他代表新潮流发言 我们不知道 那我问你很简单的 如果我吴子嘉判断没有错的话 苏贞昌是不是在自在2024 那我现在跑去帮你当复国的可略 我是不是支持你选2024 我没有讨论失去啊 所以苏贞昌今天召见这两个人 都在破局嘛 等一下等一下 你说他现在是老计福利 还志在千里 当然是啊 不是如果今天他 我认为他今天是唯一有机会 挑战赖清德的人嘛 因为他行政 可是赖清德不是已经众望所归了吗 听一下定于一尊了吗 谁定谁一尊 没有嘛 定谁一尊 不是赖清德吗 那个叫做民进党党主席嘛 民进党党主席有实权 还是这个行政院长有实权吗 院长 院长有实权 有资源 有钱 有人 有什么东西都有啊 还有这个火车可以叭叭叭的旺啊 叭叭叭 他当台湾火车头 我要被做这个车长拉火车 拉这个叭叭叭 是我从小的愿望 那我现在请问你 这一次卸任的首长里面 只有赖清德跟这个 只有班孟安跟这个郑文赛两位吗 当然不是 还有没有其他 林永昌去哪里了 林世坚去哪里了 为什么不召叭呢 为什么全然召叭这两个 召叭这两个只有一个目的嘛 他就破你的赖清德的2024的局嘛 你这个要 你要用 你要叫他去帮你当秘书长 我就叫他当部长 你要叫他去帮你支持你2024 我就叫他当副国葵 他是在修理 他在跟这个PK赖清德嘛 假的 但非常针对性的啊 他有别人可以召叭 为什么要召叭这两个 对 对不对 他可以召叭林家隆啊 没有耶 为什么不召叭林家隆啊 林家隆不是副国葵吗 对啊 对啊 他怎么变成曾文燦副葵了 所以他这个是非常针对性的 就是冲着赖清德而来 他是抢赖清德的新闻 赖清德洗脸 就是这个目的 没有安好心 董事长 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 有点匪夷所思是 你不是说一般的 这个所谓的阿猫狗 这种所谓的这种流离场的烂东西 它是好东西 也被认可是好东西 刚刚讲 储随良的比 包括怀素的狂草 这种东西 大家求知不得 人家来寄放 你就放着嘛 你怎么给人家刁难 这个太扯了 不不 这个是意识形态问题 这意识形态 这个猪刀者是谁嘛 猪刀者本身是台独派的学者 这吴蜜茶吗 对 他当然是吴蜜茶 他对这个没兴趣嘛 这中古 你都当故宫的院长了 故宫院长 那你不要干故宫院长嘛 故宫院长等于 他可以中国历史跟世界 跟这个世界级的文物 跟这个典藏 这一类的科学 我们不要讲什么 除了他背景好不好 就光讲一个博物馆的馆长 你叫美国的 这个所谓大博物馆的馆长 他本身在全球 全世界 这个同行的行业里面 都有相当一定的地位 对 那吴蜜茶是何许人业 他何许人业 没人知道他是谁啊 真假的 所以这种草包干草包事嘛 他都退掉 他不知道他干什么 那当时的 当时板桥林家 把这个讲简单一点 他不是寄放 他寄放什么条件 你记不记得 什么条件 他说这个寄放在故宫 等到有一天回北平的时候 就送给国家 他就留在台北的故宫 到回北平 他说如果这要回北京的话 这还要留在台湾 他要留在台北故宫 对 OK 当时的概念 等于就是要送给故宫的话 他没有要收回去打算 除了吴蜜茶这种货色 要把人家退回去 现在麻烦了 这个怎么保管 你突然叫我退回去 这个不是说你现在突然间 丢给我几张几本书回去 那很难喔 书画的保存是最难的 它的湿度是什么 它会坏掉的 我要盖一个保存的博物馆 我的条件 运送的条件 跟保存的条件 跟管理人员 培训等等一切 这个都复杂得不得了 这个要毁坏的速度 大概一年就搞坏掉 他要把它破坏掉很快的 他比他砸那几个碗 速度要更快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会砸碗 会把那个碗摔破的加坑 他就会干这种烂事情 所以他根本没有对这个事情 有基本的认识 不是你说 啥那个碗我还不心疼 其实碗我觉得在故宫 它等级不是很高 碗很多 不 台湾的碗 故宫里面毛宫顶这种名文 因为它有这个所谓的名文 这是很值钱 第二个故宫最值钱 就是这些书画 什么西山 泛宽的西山巡礼图 这些书画 包括山西堂的这个快雪石青田 这都是值钱的 这么值钱的东西 你要好好的保存 你要好好的留着 哪有吗送回去的啦 老爹你搞错了 你刚才一直讲了两三句 都讲值钱 值钱 值钱 这个是无价之宝 我说错 我说 这个是在联合国的 所认定的人类的 共同的这个珍贵文物 你想想看 在那个年代 在千年以前留下来的文字 那是在人类历史上 有几个国家做得到 有几个古文明做得到 那个文字后面所代表的 还有它代表的一些知识 你现在想想看 我们想很简单一个 简单一个道理啦 中国人 现在台湾人 我们在研究老子装子的道德经 跟焉他的逍遥游 这是不是人类重大的瑰宝 在全人类里面 有几个人能够发明这种 哲学性的东西 发明这种精神文明的东西 大家现在多练一下老子的话 那个88枪就不会开了嘛 那这个为什么 这基本的人类的共同文明的瑰宝 它的认识不足 所以它的问题不是出自于 它要把这个东西丢回去 什么相关的技术问题 时间到了 你自己拿回家 它根本是个草包 而且说 连我们的立法文明讲 这种寄存没完没了 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 我刚刚讲的 它这个东西是人类的 这个历史的共同文明 是世界的文明共同遗产 关键是草包 所以这个政府你看到没有 快要把它干下台 明年2024号换一个人 换一个懂历史 懂博物的专业人士 来管管故宫 感谢观看